大家好,我是Precation 咱们的人类高指章男性李云迪 前几天因为嫖娼进去了 那么后来网上一次曝光了这次女主角的照片 很多朋友看到照片之后 惊呼这个事情不能怪李云迪 女主角的身材真的是太哇塞了 那么有朋友就要问 人类高指章的男性为什么都喜欢这种 妖戏屁股大的小妖精呢 首先,嫖娼是违法的 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 肯定不能这么干的 但是的话,即使不嫖娼 不干这种违法的事情 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 在出门逛街的时候 看到这种身材的美女也会忍不住 多看几眼 甚至一些女性朋友 看到这种身材的女性 也会觉得很哇塞 一方面,这种腰细屁股大的女性 看起来凹凸有致 确实很好看 而且今天曾医生要给大家普及个小知识 就是这种腰细屁股大的女性 她更健康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腰围都不能太粗 腰太粗意味着脂肪在腹部的皮下成绩 在我们的内脏成绩 这种叫向性性肥胖 或者叫腹型肥胖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显示 腹型肥胖的人患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甚至是肿瘤的概率会高很多 比起全身均匀的胖 或者是脂肪指堆积在下半身的人来说 腹型肥胖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是最大的 无论男女的身高多高 只要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 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 那么就属于向性性肥胖了 为了健康 为了保持好的身材 男性的腰围最好控制在85以下 女性的腰围最好控制在80以下 那么腹型肥胖 除了看腰围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腰臀比 就是腰围和臀围的比值 这个比值啊 小一点更好 男性的腰围比如果大于0.9 女性的腰围比如果大于0.85 这也属于腹型肥胖 如果是从美丽的角度 让你的形体看起来最好看的话 有的朋友建议腰围比最好是在0.7 这个是黄金比例 各位朋友可以回去量一量 你的腰围 你的臀围 比一比 看看是多少 那么腰围的测量方法有很多种 作为普通人 我就教大家测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的最小的腰围 身体站直 双腿差不多与肩同宽 用一个软齿 测量你呼气末的 就是呼气末 还没有吸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最小腰围 看看是多少 那么臀围的话 就乘以最大的臀围 你可以计算一下这个比例 如果腰围比不达标的话 那么应该要减肥了 控制饮食 然后系统的锻炼 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的屁股不够翘 我告诉过一位朋友 臀部是可以后天锻炼的 很多动作都可以锻炼你的臀部 比如说 剑步蹲 深蹲 臀桥等等 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闺蜜们 一起练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 关注Pretation 每天进步 一点点 关注Pretation